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啊 快抓住他 奥特曼都去光之国参加任务了 这是我们抓小赛罗的最好时机 这下糟了 没地方可跑了 哈哈哈哈 小赛罗 你怎么不跑了 你还是乖乖把你的奥特勋章交出来吧 我的奥特勋章给你 怪兽们 难道你们不需要更多的奥特勋章吗 我可以帮你们哦 你能拿到更多的奥特勋章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你们放了我 给我十分钟时间 我去给你们拿来更多的奥特勋章 让他走 奥特曼都去光之国了 这里现在没有奥特曼了 他跑不掉的 怎么办 怎么办 赛罗爸爸和其他奥特曼都去光之国了 我要怎么办才能摆脱这些怪兽 有办法了 贝利亚没有去光之国 我可以找他帮忙 贝利亚叔叔 有怪兽要抓我 你能帮我把他们赶走吗 不帮不帮 现在大家都认为我是坏人 我才不帮你呢 你自己解决吧 贝叔叔 你别那么小气嘛 你都不知道 他们怪兽说你黑得像眉球 是光之国最黑的奥特曼 什么 是谁这么嚣张 竟然说我黑得像眉球 他们在哪里 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 贝利亚叔叔你别着急 我们再找一个帮手吧 怪兽有好几个呢 拖拉机 哦不是 拖雷基亚叔叔 不好了 有怪兽要抓我 你能帮帮我吗 你个小兔崽子 去去去 一边玩去 别在这影响我锻炼 拖雷基亚叔叔 你不帮我没有关系 可是怪兽们说 你长得没有我爸爸帅 粉丝没有我爸爸多 什么 我哪一点比不上赛罗 我拖雷基亚 才是光之国最帅的奥特曼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怪兽胆子这么大 快带我去找他们算账 两位奥特叔叔 就是那边那几个家伙 嘿 你们不是想要更多的奥特勋章吗 问问我的两个奥特叔叔 答不答应再说 我的妈呀 这不是怪兽姐的大巴士吗 他们两个居然帮你 兄弟们 我们赶紧溜吧 后面那两个家伙惹不起啊 真是跑得比兔子还快 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见 小伙伴们